90年代宏吉一时 好莱坞动作品男性史蒂芬席格 在大荧幕上形象彪悍 不仅在镜头前是名铁血硬汉 现实生活中更是合七到七段的武术高手 与热爱柔道的俄罗斯总统普丁一排即合 超马迹的两人不但并肩观赏格斗比赛 普丁更在2016年亲自颁发俄罗斯护照 没料到席格才入籍两年就获得清点 出任俄罗斯驻美国特使 自从办习以后现年66岁的席格 就对前苏联特别感兴趣 曾访问过车程大跳传统舞蹈 接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亲自栽种的胡萝卜石 更是大口咬下 就连2013年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 席格也出手安排美国共和党议员 前往俄罗斯调查嫌犯背景 尽管担任俄罗斯驻美特使 并不会获得任何酬劳 但史蒂芬席格从武打巨星 摇身一变为国际外交官 还负责为战斗民族发声 也引发外界热议 三天新闻金属会报道